能不能有一种姻缘气 让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们明日就去演天殿节气 好吗 长夜风惊奇 我愿意 我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小神俊昊 你说 宛悦姑娘和贤猪师兄 谁最可怜 是 已经灰飞烟灭 不复存在的宛悦姑娘可怜 还是眼看所爱消失 又无法挽回的贤猪师兄 我只知道 宛悦姑娘虽说她不悔 但贤猪师兄 肯定是要在懊悔中 减熬一生了 但如果再给贤猪师兄一次机会 我相信她一定会为宛悦姑娘 再拼一次 再赌一回的 我是真的搞不懂 这些森严的戒心 除了让贤猪 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到底还有什么别的益处 是啊 你没想到 我还在认识 怎样 那个 那我的不忘了 哪不忘了 我那在想 我我一早就不忘了 我想守好我想保护的人 你还记得 被三参十牵线那晚 我说的话吗 我想纵然没有主护器 能不能有一种姻缘器 不然我们一直在一起 我们明日就去演天殿节气 好吗 我愿意 阿姐 你放心 我定会护好你 守好你 我和你招来梦莽 看人间心霜 只想和你长肩受伤 眼上看月亮 别人故事无端等候 我温柔不一场 终是我 亏欠了月光 三戒全书 仙戒守责 仙戒契约全收入 来 我 倦 主仆契 因缘器 起 金风玉露之园 结同心扭板之愿 红线绑定 终身因缘结成契约 是为因缘器 因缘继承 互为仙旅 扶持相伴 大道永宫 也没说什么细节 要不要算时辰呢 那要该怎么装扮啊 这么重要的契约仪式 竟然没有讲究 穿什么衣服比较好 红丑大人 我来与你商量贤主一事 红丑大人您说 安魂丹虽可平复 先缘先气的动荡 但他心神难宁 重伤难遇 也只有你可助他康复 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我 之前红舍大人不还说 水凝瘦 质余力低弱 不堪一诱 如今我又变得顶亮了 你这丫头 莫学得牙尖嘴里顶状 我是在帮大则山 安音席耳公听 仙界的无尽牙下 有一种忘忧仙果 忘忧仙果 此处是三界灵气交汇之牙 只有拥有治愈灵丹的水灵兽 才与这结界不相持 所以只有你才能采摘那忘忧仙果 快进去吧 月华照押之时 正是忘忧仙果采摘的最佳时期 别耽搁了 我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小神俊号 阿越 闲山 你 我正是担心洪臭大人关心则乱 才一直看着阿易 他无论如何 都是我大则山的弟子 我不会让谁 肆意伤他性命 他活着 威胁的可是小神俊 和大则山的安危 你可不要再要紧事上糊涂 你把他给我 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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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发生了何事 谢谢 洪愁姑姑为何在此 小神俊莫闹 洪愁提及忘忧仙国 可助先逐康复 阿易就同门心切 便要冒险一事 阿进 仙界山崖突起周锋 阿易不过是受了些震荡 晕了过去 醒来自当无碍了 姑姑明知安逸先离手间 为何还要告诉他这些 难道没有预料到 危险会发生吗 洪愁赤诚真心一片 做事若有不周全之处 愿小神君惩处 阿进 小神君 你 你 小神君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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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给阿英打赏我的回应 如若她遇到危险 我会护她周全 小神君何等尊贵 因为了一个先手 不许损伤自己的身体打击 同仇姑姑 我对阿英的心意 护她周全的决心 你应该都清楚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